一般网路购物如果是选择电道店的服务的话 通常都是来超商取货 不过现在有电商业者自己开启了电道店的取货中心 希望能够抢食这块市场 不知抢物流市场还想分食零售商品 店内可以看到有贩售饮料零食泡面等基本名声必需品 柜台后方还有咖啡机台贩售现煮咖啡 有的分店还设置了ATM提款机 全台至少有25个实体门市 如果在超商他直接取货的话 因为我们就可以在超商逛街买东西 但是如果是网路商店的话 除非是要臭免运 比较少买 单纯去取货而已 事实上不少电商都开始自己做物流 全家以新创艾卡拉推出整合服务 从成交金流到物流一站满足小商家 强化电道店服务 某某购物 网路家庭集团都有自建的物流系统 降低委外超商的配送成本 超商运费60元 电商新服务运费则降到40 推广期间更是直接免运 再加上店内贩售商品 是不是想瓜分超商电道店的商机 电商官方没有正面回应 具体服务内容及核实开放 仅表示是为了优化用户体验 提供符合买家与卖家的需求 目前都还在规划阶段 三立新闻 李维廷 朱镇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维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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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维廷